大家好 我是PatrickT 今天PatrickT是想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没错 今天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Ubisoft的server 这应该是薯仔来的 喂 入到这条影片的你呢 相信在玩 Ringbo 6 想玩 Ringbo 6 或是被煮 Ringbo 6的玩味 每次开到 Ringbo 6 开开心心玩玩机 懂游戏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同女来看电影 感同到自己都想哭 但是又要顶着扮没事情的样子 今天你們就幸運這段影片 我就會教你如何在這遊戲中行運流水 還莫得你的第一場勝利 包你滿載而歸 那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大家記得訂閱啦 首先開了遊戲之後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教一下你的設定 因為這個真的讓你勝之不無有這個絕對的優勢 第一件事是開陰影 Wingbo 6有不少的地方有陰影的輔助下 不用見到敵人的時候 已經知道他確實的位置在哪裡了 還有一個就是那些圓光泛光 什麼景深滋滋渣渣無聊的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關掉 因為他會阻礙你看東西的 當你以為已經調好所有設定 可以進去戰場大殺突殺的時候 冷靜一點 因為你還有一樣東西要教的 就是你武器的attachment 現在就教你如何選配件啦 瞄準鏡來說 在以前我一定會跟你說 有A-Cord就用A-Cord 沒有A-Cord就隨便 但現在全部講完都沒有A-Cord 那怎麼辦呢 不要用 說笑而已 現在的瞄準鏡頭 有3倍 2.5倍 2倍 1.5倍 1倍 你喜歡不用的話都可以的 但伸手來說 我都建議你用一些高倍數的鏡頭 因為你會比較容易看到敵人 而窗戶方面都有5個 有一個就是正音大RJ 有一個就是上下飄 有一個是左右飄 有一個就是你不是點射 就飄到混蛋 最後一個就是 沒有什麼你不是用來打遠距離 就可以不用用了 A-Cord都有兩個 一個就是讓你開鏡開得快一點 另一個就是讓你把槍勻一點 最後這個Laser Size 就是讓你heap fire 用不開鏡的情況下射得準一點點 通常我就會配到散彈 還有就是你的Laser Size 那顆紅點 其實你瞄準哪一處 敵人是會看到的 所以你放得不好 是等於自暴為自 搞完這些哩哩隆隆 是不是真的可以開遊戲呢 是呀沒錯 是可以的 大家最想的是什麼 是對槍 是呀沒錯 新一代的遊戲都很流行 就是有一個QE的打側傾身的角度 手指靈活的男性 還有女性就有福了 除了WASD之外 你的QE都很重要 如果一個普通CS GO玩家 轉過來R6之後 它的推點是會這樣推的 普遍是不開鏡 還有不用QE來側身的 但是玩過Rainbow 6 或者其他新的槍鏡 推點是這樣推的 很明顯地的動作 都大了很多扭來扭去的樣子 就會爭取到最好的視線 還有突出最少的部分 找到這個好的掩護 打到其他敵人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遊戲是要開鏡的 沒錯 時刻保持景規 開著鏡來推點 就可以散距了開鏡的時間 還有沒有什麼 如果你不放心附近 可能會有敵人 就不要亂跑了 跑著來開鏡 還有你站著開鏡 速度都差很遠 如果你跑的話 就要等那個鏡子完全開完 才可以開槍的 不跑就隨時開都可以 當然一個基本的架槍姿勢 可以說一點IT部的東西 交給IT部同事 Pajic T T for Technology 大家好 我是Pajic T 今天Pajic T 打算跟大家介紹什麼呢 沒錯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Ubisoft的伺服 這個應該是薯仔 每一個網路遊戲都有一個伺服 伺服每秒反應的頻率 就叫做Take Rate 就以CS GO為例子 就有128Hz 即是1秒更新128次 而我們用的薯仔 用60 聽說以前用30 這個伺服會有延避的 所以就形成一樣 叫Picker Advantage 可以交給Pajic T 大家玩過R6就會明白 有時可能敵人都沒見到就死了 又或者明明縮了進去的牆 但是為什麼都會被人射中呢 就是因為這個Take Rate的問題 在R6裡面 推點的玩家 永遠都會比手點的玩家 看見對方 還挺明顯的 如果你是CAM 防守 就不要站在路中間 最好找多些掩護 CAM的位置越隱閉越陰濕 工方要找到你的時間就越久了 在時序上 負責推進的玩家 是會看到架槍的玩家先的 推進的那一方 都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優勢 推點的大力推 加上雨開 令對方反應到之前 就可以射瓜渠 槍法方面 就建議大家看我的舊片 已經教了大家 怎麼可以練槍法 講了這麼久 就開始講講進攻 和防守方要做的事情 先講進攻 第一步就是Drone 頭45秒 就是用無人機的時間 可以找到敵方的目標 位置在哪裡 敵方用什麼幹源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部署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Spawn Kill 就是敵人是開了窗口門口 特意衝出來殺你 盡量讓你的無人機全活 然後你開場之後收拾 你推點之後就可以用回 是很環保 環保過Apple 但很多時候我見新手 都是懶得用Drone 特別是R6這遊戲 對窗通常不一定是在窗口走廊 有時牆敲一敲就有個洞 射兩窗也有個洞 這些洞仔看到你 你沒有Drone過不知道 就這樣走出去死了就很不值 知道嗎 最近R6更新了 這個無人機按Z 可以點一個黃點出來 按X就掃描敵人 你掃描敵人 你掃描敵人 敵人是會知道的 但你掃描敵人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盡量用Z鍵 再加開咪和隊友溝通 是會好過你掃描敵人的 而防守的頭45秒 就是這個setup的時間 最重要就是把你的點 佈置得難易去進攻 如果這個角色是有陷阱 當然可以在這個時間放 例如夾的話 你可以放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想知道怎樣放夾 就記得看我的影片 記住一樣東西 炸彈有兩個點 千萬不要把兩個點完全封到分開了 至少中間開個洞 可以做Motate 就會好打很多 開始了行動階段 進攻防推準 除了要注意Spawn Q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要做 就是要打地圖的CAM 因為這些CAM 都會洩露你的情報 所以打爛了他們 就不用怕被人屈臭了 同樣防守方 當然要用一下CAM 來看看敵人在哪裡 spawn 有多少隻 還有看看他們有什麼鋼元 CAM爛了 就代表那裡可能已經有人 又或者在Twitter中打爛了CAM 防守方特別需要在這個時候 加緊聽這個聲音 因為你的門牆槍 被攻防破壞的時候 都會發出聲響 所以你會知道那些人在哪裡來的 知道了攻防在哪裡推進 那就可以找個好掩護 讓進攻防進來打 防守有遊走和手點的角色 遊走方其實比較適合 用聽聲或者一些觀念 來破壞進攻防的組織 就好像這條片一樣 忽然之間兜敵人的背面 他們就打草手不及了 如果你對做小事狗偷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去試試用Caflera 這個幹員天生就是一個完美的遊走人士 厲害到神經 還有一個就是手點的角色 就是躲在那個點裡等敵人過來 主要就是做一下掩護 又或者是等敵人推的時候 就對一下槍這樣 總括而言 防守方要知道那裡有敵人 就是看CAM 聽聲 還有看看地下有沒有一些 像蟑螂一樣 在一場遊戲裡面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東西就是時間 青春永遠都是女人最大的敵人 不是 是進攻防的敵人 如果用得太多時間去探點 Drone Girigal 剩下15秒還在探點 進攻防都可以壞 掌握好時間 甚至會令到你們的勝率高了很多 最後一個貼士就是Call out 我明白到我們在玩的South East Asia South East是很複雜的 有廣東話 英文 普通話 還有機會有菲律賓 南韓 日本 什麼都有 但如果你們有心的話 簡單用一下英文部位 相信大家都聽得懂 如果你成功看這條影片 看到這一刻 恭喜你 你已經大概懂得玩Outlook這個遊戲 是不是要代表 你要去下一個里程碑 挑戰下一個嘗試 打這個排名戰呢 不是 是咯 打Castle不是很好 教學完畢 多謝收看 今天的觀眾問題呢 就是這個自律的辦法 我發現呢 其實我是搭理不到的 因為我有時都很難 那我出片出慢了 接下來呢 我盡量出快一點 出密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多點的影片 會令到我自己自律一點 到時我再回答你 怎麼可以自律一點 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話 今次這個觀眾作品呢 是聖誕老人 今次呢 是由這個叫番茄醬的觀眾畫的 那就是這樣 很多謝你很搞笑 為什麼是綠毛呢 但是 今天這條影片呢 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留言 還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可以一起去試試玩 Rainbow 6的遊戲 其實呢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玩的 就是這樣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